音樂其實它最重要是從你內心真正的流露出來的一份感動 最好的樂器如果沒有這一份的感動 我覺得它不成音樂 在我在教學的過程裡面 我常常發現很多小孩子 他可能在學習樂器的過程中 常常遇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那其實我這樣一路走來我很清楚 我認為一個小孩子在學習藝術音樂教育的時候 應該從他們本身的一個感官的學習開始 比如說聽、視覺、嗅覺、味覺 其實小孩子的感官的發展他是非常非常敏銳的 如果我們從這個部分慢慢去引導他們學習專業的一個藝術 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途徑 不見得他們一定要走專業的路 但是這個美感的一個培養在我們生命裡面 其實它是蠻重要的 如果在從培養美感的過程裡面 從他們的舞感出發 然後啟發孩子他們學習自主幸福的一個能力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 我們的教育從小扎根的一個基點 所以這也是說我在創立德米音樂 美感教學系統的時候的一個出發的理念 我們的系統裡面會涵蓋了一些正面靜觀的一個引入 其實它也是從覺察力、專注力開始 如果說小孩子他把他的五官的一個感知、感受 然後結合了正面的一個運用 對於他日後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在生活、生命裡面 他會有不同的另外一個面向 信努老師這樣子的教法 不管是正面、不管是力動 他所有的言術都放在一起 對於我是很有潛淫默化的影響 他們真的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教我們的孩子 因為有力動、有戲劇、有故事、有遊戲 你剛才會看到很活潑 應該放在一起 兩個企業呢 所以我還只是動、動、動、動了一個鐘頭 不用大喊大叫 所以我覺得應該推廣 他的音樂這個理念太創新了 而且也太好了 老師設計的這個德米音樂教學系統 真的是非常完善 從還在媽媽肚子裡的寶寶 到會走、會爬 甚至是特殊兒童 再來到潤靈族、音髮族 都可以在這裡有很好的課程可以學習 以後也希望說 讓寶寶、媽媽、孩子、還有老人 他們都可以在這邊上到很多有趣的音樂課程 音樂其實它最重要是從你內心 真正的流露出來的一份感動 重點不在樂器 重點是這一首音樂它給你的感受是什麼 你有用心把這一首歌曲真的詮釋出來嗎 所以這一個部分對我來講我覺得是我的生理面比較大的一個轉轉 其實我講到這個時候我會覺得我很感動 就是 這是我的一個使命 對 因為我覺得人必要活在別人的期待裡面 最重要是你要獲得幸福 然後讓自己能夠明白你這一生的志願是神的 所以要獲得明白